字幕提供 我們這次跟大家講一下巴西遊術比賽計分方法 首先巴西遊術比賽是由雜立開始的 其中一個得分方法就是踢單 無論用油刀、摔膠或其他方法 只要令對手摔到地就可以得到2分 但選手亦有權主動伏隔 這種情況對手就不會有踢單的2分 當其中一方落了地 之後上方想辦法過到對方的腳 就可以得到Paskard的3分 而巴西遊術裏面 只要你得到Leon Belly Top Mung、Bag Mung 都可以得到分數 Leon Belly 即是用膝頭控制對方3秒之後 就可以得到2分 Top Mung就是指坐上對方身上 押制對方3秒會得到4分 Bag Mung和Top Mung一樣 都是4分 只要在對手背後 將雙腳放在對方的大隊中間3秒之後 會得到4分 下方的選手都有辦法得到分數 就是Sweet Sweet是指下方選手將對方反轉 上下刁鑿就可以得到2分 你是不是以為只要得到很多分數就贏難呢? 其實巴西遊術可以用Submission 去令對手投降 這樣就會直接勝出比賽 無論對方得到多少分都是沒用的 現在我們準備了一段模擬比賽 你們嘗試看不可以得到沒有? Chicken 腳放在外套 好 看不可以 GO 3分 2分 4分 5分 6分 6分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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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您好